大家好 这是第二集一分钟专家 今天我的问题挺有趣的 它就是您的专业讯息是什么 什么叫专业讯息 英文叫做Brand Promise 专业讯息就是在一段字体里面讲说 很简单的给人家明白说你做什么的 你专什么的 还有你厉害什么的 简单来说嘛 所以Brand Promise就是人家踏进你的店里面 就明白说我来了时候会得到这种的效果 所以专业讯息也是不难 最重要是上一期我们明白说 你到底找谁 你到底卖什么 你的专业是什么 专注的去做一样东西 变成有一个专业讯息 这个Covid封锁的时候呢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时期 为什么还是那句话需要做专业的呢 很简单 这样回来的客户已经给很多讯息 在你这个封锁的时候 很多讯息搞乱了 给什么东西搞乱 就是这个电话 有没有拿 ok 就是这个电话 给这个电话搞乱干嘛的 整天都有别家的讯息 整天都有什么美容业的讯息 或者很多负面的这个讯息 做到你心慌了 当你慌的时候 当你就是没有头绪的时候 你将会要听到准确清晰的讯息 Clear and Authentic 怎样叫做Clear and Authentic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字里面 给人知道说你做什么呢 比如I'm a specialist in acne 我是做这个暗疮的专家 I'm a specialist in pigmentation 我是做这个黑斑的专家 等等等等 找出你的专长 做出一个好的讯息 给人明白说你来到这里 你就是有这个效果 效果为什么要先跟人家讲 就是人家都有个期望 做美容的做医美的 都是卖个人家的期望 那期望卖不起的话 你扛得起你的价吗 这一季的第二题就是 你去哪里找客户 那相信大家都有一团 非常支持你的客户群 然后我们想一下 那这团客户群的话 在这个封锁的时候 是否有条件拉紧腰带 是否有条件不花那么多钱 是否有条件省据少来 那这些客户一般都是60后的 比较能有能力花费 那60后的客户就是 往往当他封锁开的时候 lockdown open up 他将会做什么东西 能做胜利的就先去搞生意 能支持给儿女们去在 进修更好的将来 将会花在那边 然后呢 如果能upgrade 或者能修理物质的话 先搞定 为什么这些是基本需求 那美容业将会被 这一般支持你的60后的客户 影响吗 肯定会啊 少来的就是少收入嘛 所以你的新的客户流量 从哪里来 思考一下 那我讲了 就是数字媒体嘛 这数字媒体如何去找客户 有需要求助的话 请DM我 我将有两三个视频 可以跟你分享 第二集的第三个问题就是 如何做预约 如何做预约 我将会在这个视频里面 再剪接几个非常经典的错误 就是在做数字媒体预约的时候 10家美容公司 12家都有同样的这个错误 跟你分享之后 希望你留意 如何去做 网上 或者数字媒体的预约 好好的去做 我也是有个视频 给你解释他的步骤 那谢谢大家播看 一分钟专家 这是第二集 请继续追踪第三集 我是ST 我是ST The digital race made easy Now you can 大家看 你的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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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